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墨星导师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前期的出招思路以及野期的掌控 首先呢第一优势的出招选择 你们优势的情况下一般先做什么状态啊 这里说一下啊 就是有那种很顺的情况下 可以做公诉鞋出门 就第一次回家也是要比较帅男人投了可以做公诉鞋 但是不太推荐你们做 因为做公诉鞋的话 单挑不是很厉害 单挑不是很厉害而且很脆 而且追人也不好追 不是说追人不好追 就是不抗胆容错率低 比较容易输 所以你们还是做不假鞋 如果很顺的话你可以做公诉鞋 第二呢就是之后做出红色打野刀 再之后合住战士打野刀 然后之后再做三项就行了 你感觉损一些不错 最好的最合适最适合它的是不假鞋 但是对面控制多AP多的话 你肯定要做损一些 这个我们看情况 然后第二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 烈士的话 出装理解要准确 首先呢第一就是烈士第一次回家有650 就先把红色打野刀做出来 然后不够的话就出草鞋 带真眼 因为你有而不选择常见 因为你如果就是做了常见的话 你走的会比较慢 你走的慢 你照性这个英雄 移速低了的话 你追人是比较难追上的 你有有个鞋子前期比呃 常见更玩起来更舒服一些 第二呢就之后看现在今天数量再决定做什么装备 比如说呃你做了草鞋之后 你比如说呃呃你回家之后你身上有800块钱 这情况下如果你的打野刀还没做出来 你要先把打红色打野刀做出来知道吧 这个是他的核心装备 你有红色打野刀之后你刷也快刷也不伤回蓝也多知道吧 你如果你不先把打野刀做出来而选择做两把常见的话 你刷也会很慢可以掉很多会掉很多血不做无数鞋 你做无数鞋还不如做公数鞋知道吗 你做公数鞋起码我玩起来可以爽一些 但是但是你做无数鞋的话你刷也慢跑的慢掉血多 打架也不厉害 当然抓人可能好一点但是你无数鞋你跟人打架的时候 他的疑速会变低知道吧 你更追不到人所以不要做无数鞋 因为赵信他不是那种爆发特别高的英雄知道吧 你不是说跟塔拉那种英雄一样 呃基本上逮到人可以直接秒掉那种 嗯 赵信的话他就是呃戳上去之后他还要打好多下才能把人杀掉 然后呢就是你红色打野刀做完之后啊 那也是在情况下你看你身上有多少钱 你比如说你身上有700块钱那你做两把长剑 你如果有800块钱对吧你身上有个草鞋 后头打野都做出来这种情况下应该直接做不假鞋 呃水或者是水鱼鞋呃水鱼鞋的话一般做的比较稳 一般做的比较稳 但对面AP特别多你比如上单是个炼金打野是个寡妇 中中路还是个AP 辅助还是个AP这种你可以早点做水鞋 呃特别是烈士的情况下烈士的情况下对面AP不多 比如说对面打野是个男枪这种对吧 上路也是AD呃中路也是一个杰这种英雄 这种情况下你红色打野刀做完之后你再做一个再来一手不假鞋 你会超级抗揍你单条还特别厉害你还有红尘知道吧 这种情况下你会就是在这个时期做出不假鞋 你就是你就是整个团队的中间力量 通常情况下遇到都是AP占大多数像这种的话 你就把打野刀做出来再做一摸刀吧 除非是很难打 对面打野通常都给你打包呃 呃然后的话再说一下真眼和扫描 第二次回家啊换高级扫描 养生这个习惯 嗯你只要抓人会去野区去河道 感觉比较危险你就把扫描开开 对吧 有了高级扫描之后你的抓人成功率就会高很多很多 嗯你没扫描你在那傻傻站着傻蹲着 会 会被反蹲知道吧 会被打的很惨 这个是前期的出转力解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点 如何掌控眼区 第一呢就是前期针眼位置 最好啊 最好用几个点 最好用的几个点 嗯 这个的话 啊 我们之后再说 现在先不说 嗯 嗯 之后实战里面说 看素材吧 我在想要不要开个自定义说一下 啊还说一下吧 对开自定义说一下 我也感觉得说一下 对更想要去 哎我当时想了也是 当然没备注 开自定义的 我写一下 哎我开录制了吗 哎没开 看 对 首先呢就是 呃 针眼的话 前期 前中期啊 插的地方都不一样 因为呢 对思路清晰很多 因为前期局势不一样 知道吧 优势劣势 也不 也不同 也不同 所以的话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 针眼跟什么情况下 插到什么什么地方 黄金白金局 可以 你本身什么段位啊 等会 这个视野讲完了 然后给你们说一下 然后开始问问题 好吧 哈哈哈 进游戏了 你们可以看到画面吧 看不到跟我说一声啊 你别对我 你青铜水平 你打白金黄金局随便啥 你大师能上王者吗 这个 你思路 我打法 思路我告诉你了 但是 这个 得看你悟性了 看得到是吧 OK 点击左侧录制按钮 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 没了没了 点了点了下 睁眼 加点钱 升纸一下 OK 钱太多了 OK 有点卡 首先呢 说一下 嗯 你比如说你第一次 看不到 逗我吗 真的假的 也可以看到啊 别逗我 首先说一下你第一次回家之后啊 你第一次回家之后啊 你第一次回家之后 你是要带着真眼 呃 如果你稍微有点优势 或者是军事的情况下啊 你可以把真眼插到对对面打野的这里 知道吗 插到对面打野的这里 啊 我把小别去 插到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知道吗 对面他只要稍微他在野区他要做什么 你们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然后做出相应的反应 这是一个点 前期的话 嗯 军事或者稍微有点优势都都插这里 都插这里 然后呢就是 你如果你比如说你 呃 怎么说呢你要刷这个河蟹 你要刷这个河蟹 但是呢 嗯 该怎么说呢也可以插这个 这里这里看到的东西也多 但是这里的话比较深入一些 深入的话 这个地方挺好的 然后比较劣势 你怕对面入侵的话 前期之间也就插这里 好吧 插这里 嗯 下半部分野区也是这样的 嗯 错了 下半部分野区也是这样的 你如果很烈色的话 比较烈色 你就把真眼插这个地方 插这个地方 插这个地方 呃我们家的啊 插这个地方 防止对面入侵 还有还有呢就是 嗯 我等一下我看一下 几方 红buff 嗯 如果就是到十几分钟以后 你的优势比较大 你可以把你的正眼插到这里 知道吧 呃 蓝buff处是对面的这里 对面的这里 对面这里的话 因为对手他出来之后 他一般都不会进整个草 不会进整个草 所以我们的真眼不容易被排掉 还有就是 呃 对面野区的真眼也可以插这里 知道吧 这里也不容易被排掉 而且的话对面打buff 或者是去上或者是去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然后就是很烈射了 你烈射的话 对面经常烦你buff 或者是说我们家中单 非常需要来 比如说他是 他是个死格 或者是凤凰这种英雄 知道吗 或者是蛇女瑞兹这种英雄 你可以把真眼插到这里 保我们家buff 呃 前期小烈射的话 可以把真眼插到这个地方 插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都知道 呃 下半部分野区就是这里 刚才说过 然后呢 其实这个真眼啊 你也不用太过 就是非要就这几个点 你比如说你现在没有扫描 你还没有换 对吧 但是你要抓下 你抓下 你在这里等机会 你也不确定有没有视野看到 你可以给这插一个真眼 确定没有视野看到你 然后再继续躲 这样的话你心中就有数了 嗯 一样的 你比如说你在上路的也是这样 一样的一样的道理 还有就是说反野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去插眼呢 你就比如说你打F6的时候 你打 你打对面的F6的时候 你应该给这里插眼 啊这样的话 对面来了之后 你可以有所应对 打红的时候给这里插 然后像你打这个的话 你可以给这里插 我看一下 这个是入侵敌方野区做的几个摄影 对面的 对吧 对吧 操作一下 没有啊 你下来就行的呀 然后之后的话 对 对 对 都是基本长运演维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对面的办法 这里不用说太多 之后的话 嗯 会有很多素材素材里面也会给大家讲 是 然后我们进入正题哈 嗯 站在一起啊 别站那么起 看一下 就从这个开始说吧 嗯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逆向少爷 大家懂吗 逆向少爷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特别是烈射的情况下 就比如说我们在上路看到敌方打野在下路 对吧 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上半部分野区的话 我们应该先去刷对面的野怪 知道吧 烈射的情况下更应该如此 因为你烈射的话 你根本就不敢跟对面打野打架 对吧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应该就是 偷发雨知道吧 偷发雨 然后第二个就是看到敌方打野即将赶来 比如说从中路赶来 或者是算对手的复活时间 和对手上限时赶来的时间 要及时选择撤退或者是埋伏 嗯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野区 怎么样打吧 你先看一下优势 看这个素材 看这个素材 像这里 嗯 我们这里首先呢 就是看到 对面打野在下路 对吧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上边部分野区 我们就应该去对面的野区 先把他的资源给刷掉 知道吧 这样的话 你看他就算他优势很大 但是我们已经去他野区 把他的野怪刷完了 对吧 他打不着我们 我们把他东西也偷了 他就没有办法 对吧 那么情况下等一下 但是你去对面野区 你看到线上有机会 对吧 你就比如说这个诺手 我们就可以帮我们家上单去掠一波塔 但这里很明显已经杀死了 那我们就不去了 然后把他野怪刷掉 并且呢 像刚才男枪双杀完了之后 对吧 他很有可能回来 他可以很有可能回家 对吧 他回家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他的复活时间 然后看一下他的 算一下他的回程时间和出来的时间 就算一个大概 知道吧 然后再选择蹲他 他这里如果就是时间比较久的话 我们可以再刷一个 对吧 蛇头怪 嗯 对 出公司鞋 确实 挺舒服的 但是胜率不高 真的 你看这里男枪他差不多就回家之后 他再出来 他的红没有了 他这里 对吧 很优势很膨胀 直接交易过来了 这种情况下直接上去 上去打他 嗯 看一下世界吧 嗯 嗯 他这里直接过来了 对吧 直接E上去先A再Q 然后这种情况下Q完之后 对吧 我们没有什么W 而且他也差不多放进了 然后就走位 把他的Q夺掉 嗯 然后再跟着队友 捅死他 OK 像EAQ直接出发完了 我们就可以走位了 一般这种情况下你没有红 没有减速的话 先不要放W 除非这队友把它控到了 这种情况下再放 哎呀 当时我们也没有蓝 嗯 我问你们个问题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 为什么不出破败 因为他有W减速 没有必要出破败 知道吧 嗯 三项相对来说用起来更舒服 嗯 嗯 那么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是碰到老鼠这种打野 应该怎么做 老鼠这种英雄 你比如说他就是刷完BUFF之后 他会第一时间去抓你的队友 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换成你们的话你们怎么做 我跟你们说 不管他 不管他 他把你的队全抓奔了你怎么办 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大家想一下老鼠这个英雄最怕什么 最怕招心这种英雄知道吧 所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就是找他 就找他知道吧 搞他怕什么 对老鼠这个英雄就怕你切进来弄死他 就就跟他硬拼知道吧 他最怕这个 所以我们应该想尽办法啊 让他没有办法去把他的节奏思路打乱 知道吧 大家看这里我们这个是之前的你看 那老鼠二级直接抓中 就把我们的这个队友抓死了 对吧 他就是他就是抓人厉害 他抓人比他会隐身比招心要容易一些 知道吧 所以像这种 呃我们就提前给他的这个 让队友给他这个BUFF这里插野 他肯定会去打 知道吧 他只要去打 那么我们就肯定要过去蹲他 像这里的话他当时不是在中路吗 他很有可能再给这边插野 那我们就绕着过去 为什么会看着卡 对啊不应该啊是你的网不好吧 对吧 我们就应该一直蹲他一直搞他 嗯这个只是剪了一个刚开始的 之后第三节第四节课里面还有这样的素材 之后再给大家说 你看你像你这种多元台 你把他节奏打乱 不要让他就是正常发育起来 然后把你的队友都抓爆 知道吧 哎 CIA 然后差不多算一下 W 减速 直接弄死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节奏打乱 知道吧 千万不要想着就不要管他什么的 你不管他 你就不好打了 你很难打 知道吗 你的队友也会 说你 为什么不来抓什么 其实是他自己不小心 但是他很多人都喜欢甩锅给打野 他没来 他没来 像这个猴子这个血量 像这个猴子这个血量啊 我们就先不要露面 知道吧 他这里并没有看到我们 并没有看到我们 他这个血量他肯定会回去 并且他的线出去了 你如果第一时间出来 他看到你之后他就会防着你 你之后沙滩会会挺难的 是吧 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心理 有个心理反应 呃心理问题 是吧 就呃 他没看到他没看到 我们这里露面了 但是他这里没事也看不到我 你等一下呃 等他快回去的时候 他可能回去已经看装备了 对吧 这种情况下 呃直接 呃一个W6收掉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抓野还是杀野还是抓人 这个的话呃 就比如说你正在杀一个野怪 你快把这个野怪杀我 杀完了 你杀到 快杀完了 但是你的队友 打起来了 你的队友被抓了 这种情况下你是去 你是把野怪刷完再去帮队友 还是先去帮队友 再回来刷野怪 大家平常是怎么做的 这个有很多人会比较纠结 所以呢 今天就给大家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赶紧先支援 承接走队友 就队友 跟队友 那你要是没有承接了 赶紧先支援 那 你过去的话 他俩只是摩擦一下呢 他俩只是摩擦一下 你白跑一趟 而且自己的野怪还回血了 那怎么办 那不是很伤吗 近的话 立刻过去 远的话 承接或者是打完再过去 这个其实看情况 看情况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我们打到这里 对吧 然后这里小弟都看见 队友明显被抓了 队友明显被抓了 然后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分析 什么情况下 应该第一时间赶过去 什么情况下不用过去 比如说像这种 我们家队友很明显 可以撑好久 对吧 不是说撑好久 是他不是说马上就死了 你比如说这个 得来问一丝血 对吧 他已经死了 这种情况下你过来也没有用 对吧 你过来也没有用 不算在垂直在内的话 但是他这里明显就是对面要追上来 要打很久 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赶过来 知道吧 我们才可以反杀顿水 但是你就比如说他已经死了 他等你过来的时候很明显他就死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用过来了 把我们家的野怪杀掉就可以 还有一种就是 他们两边就是正在打架正在火拼 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赶过去 赶过来 像这种哎呀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过来 第一时间过来 然后才是最有效的 你如果等你把那个野怪刷完 你再过来的话 就已经晚了 黄花菜都凉了 知道吧 这个都死了 你也不可能有所收获 收获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东西啊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家得来文不是已经死了吗 对吧 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帮队友去推陷 对吧 你们知道为什么推陷吗 推陷有什么好处吗 昨天好像说过 你们 就是 大家说两个点吧 两个点 队友哪两个好处 压制 牵扯 你这句说的太深了 我都听不到了 把兵线送进塔里 对啊 推陷本来就是把兵线送进塔里 可是把兵线送进塔里 有什么好处呢 嗯 考拉 说对了一个点 让对方少资 玩 万一线太长呢 这个就要看情况了 你就比如说 一大波线 嗯 这个先不说 这还没到这里 啊 我 我 这样对面兵多压回来 然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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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友好控线 嗯 都不是主要原因 这里说一下 首先呢 就是 你帮队友推陷 最大的好处 就肯定是我们 因为我们可以吃很多线 吃很多钱 吃很多经验 然后第二个好处就是 你把这么大一波线啊 及时推到对面的塔下 对面会丢更多的线 是吧 嗯 低分段你们可能觉得没什么 但在高分段里面 如果啊 你把对面抓死 并且把一大波线推到对面塔底下 对面没有传送的情况下 那么你抓死他这一次 他就崩了 知道吗 很多人你抓他四五次 他死四五次他都不崩 但是你 只要你把他抓死 你把一大波线推到他 他底下他吃不到这一大波线 他就直接崩了 他之后会被压得很惨 会辣两级 辣三级 知道吧 只要你们家队友不给他机会 这个兵线就是这么重要 所以的话你要玩好一个打野 想要把对面抓废 你必须要就是 会推线知道吧 对兵线理解要深一些 嗯 而且的话 嗯 把线推进去之后 这些 嗯 线被对面的塔吃掉之后 然后我们家队友等他上线之后 下一波线也会推出来 队友也会好打很多 知道吧 我们应该尽快的把线推进去 但是如果队友不让你推 队友不让你推 他说他有传送什么的 那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些兵的打残让他吃 或者是实在他实在不让推 那我们走就行 但是一般人他都不会 嗯 除非是你推的不对 知道吗 然后再说 这是一个刷野的东西 一个小技巧 你比如说刷这个F6 先A一下再Q一下 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A了 对吧 不能再A了 嗯 那我们就往后走 往后走 然后按AQ 然后找这样一个位置 放W 知道吧 这个W就可以打中五个五个鸟 知道吧 嗯 全部打中有点 就不用强求追求那个 少打一个没关系 但是可以 应该就更近 最大可能打的更多 打中五个 然后你有这个红尘之后 对吧 你只要技能打中 他这个呃 野刀都会烧这个血血量 就是吸血吸血 也就是烧烧这个野怪的血 如果你十分钟的时候经济不太好 比如0-5之类 而你在中 下路已经打起来 然后三浪也是这样AQ 然后你看你往这边走 这个狼也会追过来 你看这个时候他们三头狼贴在一起 对吧 这个时候再打不留 就是三个狼都可以打中 嗯 这里再说一下 如果你是A 直接就是AQ 然后再打不留 你这个W是打不中这三个的 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你怎么样放W你都打不中 知道吧 你比如说你在中间放 他最后戳出去那戳出去那一下 只能打中一个 你偏这边你只能打中两个 不可能打中第三个 对吧 在这边同样如此 等吧 你看你拉到这边 再 这个时候再放W 就都可以打的 对吧 中间选的影响 都真的太弱了 打不了价了 小小把机器 都是打不了价 那么不让人打价了 然后再说一下 刚才说了推线 那么接下来就是修线 就收线 像这种 队友死了 对吧 我们就是帮不到 没有办法 队友直接就死了 这种情况下帮不到 但是对手把线推过来之后 我们应该就是把队友推过来 这波线给吃掉 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是很不错的一笔经济 知道吧 很不错一笔经济可以加我们经验加我们钱 我打也一定要会守线 你加好点 你刚开始刚刚说的那个位置不可能打中的 所以你要往这边拉一点 对经验 金钱丝毫 可以说很多时候等级比比装备还还重要 然后再说几个就是操作细节 第四个点 就是线上干个细节 第一呢就是绕后时机把握 嗯 这里的话直接看素材说吧 像这里 我们这里在等机会 因为直接上会把对面吓跑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应该上 但是队友直接开了 对吧 对直接开了这个时候我们 等走上去 等走上去再戳上去肯定不合适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直接 一一上来 然后直接给W 然后一上来再杀他们家辅助 还有这个 EAQ EAQ完了之后啊 他当时刚被这个鲨鱼 就是从空中还有一点没落下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直接减速在A 然后像一般情况下你把 这种抓完之后 嗯 如果你比较优势的话 你可以去对面野区日清 嗯 但是这个打野很明显抓上去了 啊 但是他 这里的话 他抓完上之后 他回来要刷 他回来刷拿他的红 对吧 这种情况下我们先等等他一下 不要着急交易 先A一下 然后 哎 直接闪了 然后我们直接闪过去 EAQ 如果就是你像这个男枪 你伤害不太够 并且看到他们 并且他们家蛤蟆明显过来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大招交掉 知道吧 补一下伤害 有些时候没有必要去省那个大招 大招的话很多时候都可以就是 虽然血量很低 但是 就大招打的血量很低 但是有些时候你补一下这个伤害很关键 你比如说这个蛤蟆如果来的早了 对吧 你就差那么一点伤害把他打死蛤蟆过来 直接一口吞了 把男枪救了 我们之后将会难打很多 还有像这种 EW 像这里我们很明显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闪电局很容易被cue的很容易被换掉 这种的话就屁 堵一下 好吧 还有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队友这个血量对吧 你肯定要帮他推卸 你如果直接走了 对他来说是一波损失 对你来说也是一波损失 对他来说有什么损失呢 他这个血量想要推这个线 他这个状态推得很慢 而且万一有人过来他很容易死掉 对吧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帮他手帮他推 然后看再看我们家下一波线马上要过来了 对吧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 对面的这个线要过来 我们应该就是帮队友再推一下 他要回去那那不管了 好那我们一个人吃这波线就可以了 重点你想要知道什么 等会儿 没意思没意思 10分钟的时候经济不太好 比如0-5之内 你在上路 上路的边线已经在对面 这一刻的主要内容 我一直在讲 那我该推塔吗 不应该推塔 应该去拿其他资源 10分钟经济不太好 而我在上路 上路边线已经在对面 那得看情况 那得看对面上单是个什么情况 我0-5我怎么敢去推对面的塔呢 是啊 都是主要内容 这个你懂 可是有些同学不懂 知道吧 然后看一句一整一整局的吧 嗯像这里 一机学E A一下E一下 然后直接加攻速 然后把这个红打死 红打死 红打死 二级学Q 二级学Q 然后这里看一下啊 这里的话 这个语言前期很猥琐 对吧 我们就应该等一下机会 等一下机会 看他靠不靠前 像他这种情况下 他直接靠前的话 我们就应该直接上 直接上来 等他把E交了 然后我们AQ 他这个血量 对吧 我们就很明显A一下他就会死 这种情况下应该追上来 追上来把它输掉 但是我们这里被点燃烫死了 点燃烫死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把鞋子做出来 而不是做其他的 因为就500多块钱 做什么都不太合适 这个鞋子戴个真眼 你给我说你想知道什么 你想知道的在后边知道的 第二节课还是 嗯 再偏一些基础 你平常打你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我们这里出来啊 嗯 发现这个孟眼 对吧 他很明显他要去他的红 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鞋子跑得快 对吧 而且他是刚过去 他刚过去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刚过去 我们很有可能跟他撞到 或者是说他刚开始打这种红 我们第一时间也过去 哎 人家看到你过来人家直接不打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等一会 先把这个和线给刷掉 知道吗 等他打差不多了 他就是很难抉择的时候 就是他这个红块打死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再过去 然后当时我把惩戒都用了 因为我还有一个惩戒 哎 这种情况下 然后养成一个习惯 就过来之前先给队友打个标记 让队友就是看着点 万一就是有什么情况 队友可以过来支援 但很明显他这里直接都拉到这里 那就我们就被眼睛发现了 对吧 这种情况下没事 我们有成绩 对吧 这个血量他就很难抉择 对吧 他既想要这个红buff 他又他不舍得跑 他他又不想死 对吧 我们直接过来打他 就要他打 因为刚才杀鱼人把闪现交了 所以这个没杀死 然后像鱼人这个我们直接撤 特别是鱼人这种游雄前期是很难受的 你把他抓死一次之后 一定是红开吗 就是排到的傻子多 你看这把吧 这把可以解决你很多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很明显被视野发现了 不一定是红开 但红开更好一些 辣开也二级也可以抓中 不过 嗯没有那么舒服 不是那么好抓死人 基本上第一节课有些不懂的都懂了 你感觉收获特别大 第二节课好像是有点比较基础 而我们这里继续说吧 你听我说就对了 然后这里 嗯我们把这个眼排掉之后 对吧 这个孟严想拉到这边打 但是他很明显他血量不够了 他并且我们看到他把惩记也交了 对吧 这种情况下他没惩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野怪拉到草里来打 他这里他想要过来看一下 把直接过来跟他打 你如果血量不够你就承接野怪加血 然后再跟他打 他这个恐惧好恶心 然后呃这个时候我们再拉到草里来打 他如果过来的话呃我们就杀他 他不过来我们把红buff收掉再走 对面知道他知道 但是我们当时要看线上 知道吧 这个愚人一直在跟安妮打架 他没有过来 他如果过来我们就应该走了 所以说你 嗯 你去反野的话一定要看对面的线上 知道吧 然后把这个红拿了我们就可以走 这个梦魇杀不死了 回来再把自己的这个蓝buff拿掉 蓝buff收掉之后再把蛤蟆杀了 我们这里有蓝可以把上半部分野区给清完 清完之后呢差不多就回家像这个去 身上这个这个钱的话 你就可以出个红打野刀 你就可以出个红打野刀 再做个长剑 有点犹豫当时 但是还是做了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对面的阵容 知道吗 因为对面中路是个鱼人 上路是个结 打野是个梦魇 对外爆发都特别高 然后像这种你做公宿 公宿鞋的话 很容易变表 知道吧 很容易变表 你之后将会很难打 然后我们再看之后 打这个F6 你看很明显 这个小野刀的数量 就是你这样拉你才会 这样打得很快 然后再快进 像这里你在对面野区的话 你就你在这个河道的话 这边一片黑 你就可以开扫描了 知道吗 然后把河线刷掉 河线刷掉之后 我们再看啊 哎这里对到这个梦魇了 因为他全程没有视野看到我 所以你之后干什么 对手都不知道 对手他就会 没有防范 然后EAQ再 然后这里还是差一下 还是差一下 不过这里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闪现 没有闪现 并且我们也没有技能 对面下路 两个人都过去了 这种情况下应该撤退 不应该再追了 知道吧 因为你在追的话 最好的结果也是被换掉 没有意义 知道吧 然后一日过来 我们直接撤退 然后回来 把自己的红刷掉 红刷掉之后 其他地方没有 看下地图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 上路被抓了 我们这么远 肯定是不用去 去了也没用 然后把石头怪刷掉 石头怪刷掉之后 然后把三郎再刷了 然后再航马 因为装路没有机会 装上都没有机会 上路死了 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事情做 你说 装信前期打得过 奥拉夫或者龙龟吗 大逆风 这个是后期 这个是中后期 还没到那个时候 知道吧 这才第二节课 嗯 然后再说一下扫描 你比如说你想要抓这个上 对吧 这种情况下 你就应该把扫描开开起来 确定没有视野看到你 然后再蹲 但是当时的话 没有扫那那个草里 那个草里应该有视野 知道吧 装信前期打得过龙龟 或者奥拉夫吗 不太好打 但是你可以去反他也 他如果正在刷野 你去打他的话 他绝对打不过你 不是你懂得太多了 知道吧 我说的这些基本上白金左右的都 都懂 但是 但是我们同学水平的水平不一样 知道吧 之后还会讲很多东西 然后这里继续看 然后这里继续看 我这里直接扫过来 对吧 确定没有视野看到我 你最后 你比如说这个梦魇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哪里 然后撞到了 撞到然后跟他打 这里直接闪到这边 但是闪的有点过头 还是 啊 这里的话他也闪 我们等一下意见了 然后把它收收掉 这样的话这个梦魇 他被我们骚扰的会特别惨 知道吧 然后像这个杰他有大招 我们直接把它挑起来 像杰这种英雄一套爆发是很高的 看我们家猴子满血 是吧 这种情况下 猴子直接被秒了 我们这种情况下 应该帮猴子把线给推过去 像这种刺客 他爆发特别高的话 我们就 我们就怎么说呢 千万尽量不要跟他硬拼 他这里你看 伤害算的也特别好 呃 那么之后我们就是心里 就应该知道 有一个数了 知道吧 就是他伤害爆发特别高 我们之后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做 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截 最少说出两点 这位 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截 看他4-1 对吧 你觉得不管是从装备方面 还是打法方面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大家觉得呢 而且你之前说大逆风 怎么应对 我们说这个白本啊 几乎就是前中期打野几乎就是前中期很少有刀后期 你如果经常拖后期 那么说明你选择的打野不太合适 主要是没启了他 我还没来一下 黑鞋 对 不假鞋 这个是必须要有 对吧 看对面这个阵容 我们肯定要做不假鞋 红色打野刀 然后呢 怎么样来跟这个截来 去处理他呢 就这个人 我们这里说一下 轻易不要去 因为我们去了好几次上了 都没有任何收获 知道吧 都没有任何收获 还死了 对吧 还死了 所以这个截我们不去管他 不去管他 什么时候去呢 就在他没有技能 在他 最虚弱的时候 去把他的人头收掉 你比如说他刚把这个猴子杀完 他没有技能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去上去 可以把他收掉 或者说他残血 把他收掉 这种情况下去 然后他如果技能全在 跟我们碰到 我们应该第一 第一想法是跑 而不是跟他打 知道吗 除非是你的装备起来 可以 然后我们这里出来之后 把这个蓝刷掉 再把这个和线刷掉 和线刷掉 嗯 因为当时线上没有机会 对吧 这个鱼人 他虽然压线很靠前 但是鱼人有意 我们几乎是抓不死他的 你这个时候在中楼晃的话 没有任何意义 知道吧 会影响你的发育 然后把这个推掉 这个果实 这个你可以打 嗯 然后把这个收掉 然后这个时候再来中 安妮上来了 安妮可以就把鱼人的意 骗出来我们再杀他 然后扫描开起来 确定没有眼睛看到 对吧 然后给安妮打标记 这个时候对吧 孟爷爷过来了 鱼人把意交了 那我们应该先把他杀了 然后呃大招补一下伤害 并且把孟爷挑到我们这边 防止他之后跑掉 这个孟爷被我们扫的已经很惨了 所以的话他肯定打不过我 然后再把他杀掉 再把鱼人把鱼人杀掉之后应该怎么做 你们说 对 再把中路线推过去 然后推线的话我们这里猴子来了 猴子想要推他 对吧 那我们可以把再把这个一他拿掉 这样的话你的节奏就会特别好 并且最主要你的发育也超级好 等级也跟得上 像这里这一波线其实可以 其实怎么说呢 再推就不太好了 而且这个节不价他很有可能来中 这种情况下我们撤掉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一波其实是猴子带一波节奏 说想要去下路对吧 去下路的话 首先最好是月塔之前先不要被对手发现 但这里是也看到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眼排掉 把这个眼排掉的话 然后给队友打标记 在这里等一下给队友打标记 就这样队友马上把线推过来 推过来 但是对面这里要跑 那我们直接上就上去戳 知道了知道了 我在熟悉一下这个人的 那个这里的话 看到差不多了 你不要想这 不要就是像这种你扛塔的时候 就不要想要拿人头了 对吧 不要被塔打死 不要自己被反杀 那么就是赢 知道吧 人头可以给队友 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一波为了拿人头而死掉的话 其实相对你个人来说是不好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下给收掉 你没发现没有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节奏是会挺好的 知道吗 除了上 除了上楼那两波势力 上了一波吧 然后这个时候再把红拿了 红拿了再把F67 折掉 然后再回家 这里快进一下 然后出来再把野区刷掉 野区刷掉之后 这里跟杰遭遇到了 这里跟杰遭遇到了 那么我们 你看他这里 第一时间对我们开大 我们应该把它调走 并且的话 孟也开大 我们怕孟也过来 对吧 直接调走之后 他这里没有大招了 对吧 他这里没有大招 我们可以跟他打一下 而且第一时间给队友打标记 直接下 这里直接场击AQ 然后减速 再把他 他这里也跑掉了 他当时 第一时间没有放进了 但是很明显他的伤害特别高 他当时可能W还没好 他如果第一时间放W的话 其实他可以折掉我们 所以的话 我们就是看到猴子在跟前 就留他一下 猴子过来再一起跟他杀掉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保证自己不死就可以了 他这里跑得很快 他最后W还是用来跑 这种情况下 让猴子去追了 那我们就把上路线赶紧推过去 推过去之后 哇猴子怎么追到那里去了 猴子有点凶 发现猴子他过不来 对吧 这波线他吃不了 那我们就 并且这个结也过不来 我们就可以去把他的上塔推掉 这样的话 特别 这个打法啊 是一个 就比较堪热的打法 知道吗 不是那种瞎狗射 一瞎狗射的话 对自己发育不太好 你这样打的话 猴子他没得到多少经济 但是我们吃了很多线 我们还吃了很多塔钱 我们的经济会特别好 并且等级的话绝对会很高 你之后的话 可以一个人打好几个 就你能 你能使上剑 而不是之后的话 嗯 特别是招信这个因素 你前期如果经济不好 没有抓到人 或者是发育不好 你之后打团 作用将会很小很小 然后像这里 这里这个结首先他没有能量 知道吧 并且他的大招肯定还没好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过来打他 跟他打一下 就在他这 他大招好 CD挺快的 当我们俩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知道 像当时的话他大招好了 我们就应该以保命为主 而不是主要跟他拼了 跟他火拼 知道吗 因为跟他火拼的话 对于你个人你的打野来说 你死了的话 你的节奏会很不好 然后这个时候再把蓝buff刷掉 然后我们再把装装备更新一下 看一下 像这个 像这个第一时间先不要露面 知道吧 让他推 等他推过来 我们再把这个线吃掉 然后队友不在 对吧 我们继续吃 然后线上没什么机会 对吧 很明显没有机会 那你就 发育 不要停 队友 队友一直在打架 队友一直在打架 我们看之后效果 这个打法 这里 接这里打起来了 那我们直接过来找他 他没有技能 对吧 像这种对面就是特别肥的这种boss 打他不要吝啬进来 想尽任何办法就是先把他给弄死 知道吧 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被他反杀 被他秀 然后再把这个龙拿掉 拿掉之后 对面buff刷了 把这个buff 野怪收掉 buff野怪收掉之后 然后跟着队友推下了 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这 这个很多东西 你之后 都比较顺利成 知道 你看这个杰这么肥 他等级比我们还第一级 知道吧 你之后他再给你单挑 他再给你打 他根本打不过你 然后下塔拖完之后 推中塔 他们家很明显有 呃 这个高地肯定上不了 对吧 正是正是关系 直接移过来给减速 然后再来杀这个 但是呢 对面这个梦也开大了 那么我们应该撤退 而不是杀进去 你杀进去的话 你肯定会死 来出什么装备啊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鱼人 这个鱼人的话 他我们不确定他没有大招 我们没有魔抗 知道吧 没有魔抗 那我们应该就是先试探性 把他技能给骗出来 他这一开大了 那我们直接把他挑走 但是他直接溢起来 然后跟猴子一起把他收掉 再把这波线吃掉 这是一个整体的节奏 然后回家 这里出的后率之奇 呃 像这路这里下路一大波线 呃 并且中路的话很明显打不起来 或者是说 呃 我们看一下这波中路啊 这波中路很明显去了没有意义 知道吗 虽然没有意义 我们应该把这个下路线给吃掉 呃 但是v过来 可以让给这种英雄 这个金克斯直接移过去 W减速 没减到 不过我们移速很快 这里这个节我们不要第一时间承受他这么伤害 你追上去的话你肯定会被他杀掉 然后把这个金克斯杀掉 然后把这个金克斯杀掉 再拿篮 你没看到了 别人插个眼 这里AQ 然后不着急追上去 然后挑起来 然后再打破 再杀掉 你像之后对手他想要跟你打 他就很难跟你反抗了 知道吗 这里直接戳上来 这个云可能有意 那我们就先杀这个行马 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特别猛 知道吗 对面他面对你 他就感觉根本没有什么反抗之力 因为就像这种局 我们没有就是 特别好的机会一直去抓人 知道吧 那么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做 然后这个时候顺利成章的 跟队友去退 像这里我们发现特别好 对吧 像这个时候不要想着去打架 不要想着去打架 但是这个鱼人他直接上 我们就可以去杀他 这个塔先推了 不要去跟想着跟队友直接冲上去 然后把这个推掉 把这个推掉 看一下对面的死了几个人 和几个复活时间 你这个时候应该带决奏 带队友去打大龙 像这个温元他还想推 应该给他打标记 这个时候大龙一拿 基本上就赢了 但是对面人好像都过来了 并且我们家人都没过来 猴子状态太差了 那这个时候就回去了 当时怎么感觉也有点强 这个时候做的绿叉 其实做绿叉也可以 也可以 做绿叉的话输出更高 并且的话产生伤害能力更强 当时做的耗灵哲奇 不过这个版本已经没有耗灵哲奇了 不来了不来了 等我 看我 这刚被玩的有点弱 对吧 那靠我们家人 其实像对面这个杰这种英雄 你如果一只打架一只狗的话 很容易让这个杰和这个愚人混起来 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最稳的打法 然后呢 最后给大家解决一下 第一呢 就是优劣势出装思路一定要清洗 劣势出顺风装很容易封牌 第二呢就是入侵野区一定要谨慎 视野非常重要 第三呢就是干渴上场时机 卡视野打标记习惯都要养成 然后布置一下今天的作业 十分钟前压制敌方两级完成两次 第二个是十分钟前抓线上拿下五个人头 完成两次 好了 这节课就是我们的招心第二节课 压两级 对十分钟前压对手两级 不难知道吧 你只要 对是压着对面打野两级 你别压辅助两级 那那你那不是你压的 可以压辅助吗 压辅助没意义 为什么要压辅助呢 呃 其实很简单啊 你只要把抓死 你就跟刚才那个孟爷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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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爷或者抓老鼠这种英雄 压对面下上三级 那怎么可能啊 那你得看 你要是压下路三级 有可能 不过太难了 知道吧 这样吧 不是十分钟 十五分钟以前 好吧 嗯 感觉十分钟前有点累的 压所有人 那不可能的 知道吧 除非是他们家所有人一直在死 对打野和上端可以一样 但是主要还是打野 这个的话 很多时候要看情况 不要强求 对面打野如果是那种 你就比如说虾子这种的话 你想要就是压他太厉害 有点不不不现实 你们也不要强行追求这个啊 大家平常打的时候 看到是那种 特别好欺负的那种打野在 可以这样去弄他 知道吧 好了 明天呢 等一下 我感觉这边 这边那个打野好爱 反正 那从不只中 感觉我们也打下来 下次对面打野出来的时候 你先 你快点给他一个 我就不用依惑了 明天主要给大家讲解 技能连招和节奏掌控 技能连招就不说了 招性的话没有多少技能连招 特别是烈士 怎么样扳回局势 呃 偏中期的那种 明天会讲很多 今天第二节课 嗯 确实是挺基础的 挺基础的 呃 明天讲主要讲顺风 怎么样加快游戏进场 知道吧 怎么样就是更快的 呃 把对面给 把这是正局比赛给拿下 还有就是 这个是如何扳回局势 怎么样翻盘 好了 呃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呃 大家再见